同学聚会,众人起哄,让赵珊珊过去吻许琴。 她红着脸吻了她。 许琴没拒绝,反倒发了狠地加深了吻。 现场一片欢呼。 无人知道,我和她已结婚四年。 聚会结束,她开车送最久的赵珊珊回去, 留我孤身走人烟稀少的夜路。 她一夜未归。 次日,她的脖子上多出几道草莓色咬痕。 半年前,许琴在外开始养了一个女孩。 那个她曾经厌恶至极的赵珊珊。 从喜欢她追她到相恋近十年,结婚四年, 从来都是我主动,她总坚信我离不开她。 我终于想明白,是时候该放手了。 高中同学聚会上,杯酒碰撞,嬉笑怒骂声不绝于耳。 许琴坐在我身旁,离我不近不远。 她一杯杯喝着闷酒,润然酒色的眸光沉沉, 像时光化为了薄薄利刃,一如既往显得冷情寡淡。 我知道,她在生气。 她的情绪却和我没关系。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恰是坐在对角的赵珊珊。 她一个人总是显得很闲静,也许是酒喝多了, 白皙如玉的脸上透着桃花色的淡粉,显得十分娇艳。 她身边的林月时不时给她夹菜,尝试和她搭话, 她偶尔也笑着回应。 我知道,许琴也知道,当年林月喜欢赵珊珊。 但大家似乎并不客她和赵珊珊。 酒过几轮后,大家玩起了大冒险。 赵珊珊输了,众人起哄,珊珊,快,去亲许琴一下。 快去快去,不准当缩头乌龟。 就是,愿赌就要服输。 众人野鱼,鼓掌,怂恿着赵珊珊过去。 她喝得微醺,红着脸站起来, 犹犹豫豫地不知道要不要过去。 身后的女生助推了她一把, 把她推到许琴面前。 这一下没站稳,她险些撞了上去, 却被许琴扶住腰肢,堪堪稳住。 这下,周围起哄声更大。 亲一个,亲一个。 在热热闹闹的起哄声中, 赵珊珊低下头, 红唇小心翼翼贴了过去。 众人平住了呼吸。 她俩的关系一向微妙, 大家都知道, 许琴要是不喜欢, 她是不会顾及人情世故的。 但她没有推开她。 只顿了片刻, 在她即将直起身子离开前, 许琴抬手按住了她的后脑勺, 手指没入她泼墨长发中, 狠狠加深了吻。 她的眼尾微微暗红, 不知是喝多了, 还是向思念到了极点。 周围爆发起欢呼声, 以及哗啦啦鼓掌声。 隐隐地, 我听人说, 我当年磕的CP要成真了吗? 我盯着玻璃桌上的酒杯, 看着微微晃动的红酒 倒映着室内迷离灯光的色彩, 晃得人头晕。 这里谁都知道, 我追了许琴整个中学时光。 但没人知道, 我俩结婚已四年。 也不怪他们都在磕许琴和赵姗姗。 他们之间的故事, 确实比我和她还要精彩得多。 越是敌对仇视, 越是显得天生一对。 我想起当年中学时, 我也知道有许多人暗暗磕他俩。 当时的我, 还若无其事地试探过他, 我嬉笑问, 都在说你和赵姗姗是一对的, 你喜欢他吗? 许琴当时停下笔, 谋路厌恶, 喜欢谁也不会喜欢他, 别提他的名字, 让人作偶。 他这么讨厌赵姗姗, 是因为赵姗姗的爸爸是小三, 他一向觉得, 是赵姗姗爸爸害得他父母离婚。 后来, 许琴妈妈和赵姗姗爸爸重组了家庭, 从那会儿开始, 他们俩就互相仇视对方, 但许琴更厌恶赵姗几分, 虽然说, 在三年过后, 这对重组的家庭又一次离婚, 赵姗姗对他已经逐渐不再那么敌对, 但许琴始终都不愿意提到他的名字。 甚至, 在许琴生日那一天, 他接受了所有人的礼物, 唯独一把拍掉了赵姗姗送给他的一个小蛋糕, 静止把他气跑了。 而在他生日的时候, 他更是恶毒至极, 在众人纷纷写祝福语的时候, 他送给他一句, 祝你一生所爱, 支离破碎, 直接把赵姗姗气哭了。 我从未想过, 原来啊, 他喜欢他, 周围的启哄声过于大, 大的我只觉得脑海里嗡嗡一片, 什么都听不清。 头顶灯光炫目, 杯酒碰撞声, 也与嬉笑声此起彼伏。 有一瞬间, 我甚至分不清我是在梦里, 还是在现实当中。 直到后面夜深了, 点点繁星闪烁之时, 众人才陆陆续续, 散去。 赵姗姗喝醉了, 被人推着送到许晴怀里, 许晴, 赵姗姗就麻烦你送回去了。 他扶住他往轿车走去。 赵姗姗一路都在喃喃自语, 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可身子却摇摇晃晃已靠在他身上。 直到许晴将他塞进车里, 弯腰要进去时, 他始终没注意到我。 他俩在路灯下的剪影, 宛如一对经历过跌宕起伏的浪漫碧人。 我站在另一边路灯下, 喊了他的名字, 许晴。 他顿了顿, 似乎才记起有我这么一个人, 转过头来看我。 他的眉眼清俊英气, 与少年时期的轮廓隐隐重叠。 他微微皱起眉头来, 带上几分罕见的不耐烦, 你自己先回去, 他喝醉了。 见我没有回话, 他看我一眼, 声线微冷, 不要太娇气, 你以前不这样。 说完, 他上车, 车身很快消失在人烟稀少的道路上。 哦, 是, 我以前不这样。 我努力想了想, 是啊, 从我们相恋到结婚, 好像从头到尾, 都是我在主动。 他好像, 从来都不觉得, 我会主动离开他。 不觉得我舍得, 也大概不觉得我做得到。 我低头, 捏着手指数了数。 喜欢他追他, 加上相恋近十年, 结婚四年。 他占据了我过往一半时光。 地方偏远又晚, 我打了许久的车, 也没打到。 最后, 我一个人走了近一小时的路回家去了。 唯一后悔的是, 今晚应该开我自己的车过来。 走到一半, 天空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雪。 有点冷, 推开家门, 屋内一片漆黑寂静。 嘶, 好像更冷了。 我捂着隐隐作痛的胃, 摇摇晃晃走进房间里。 进房间摸索着要开灯时, 却险些碰摔了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我打开灯, 室内亮起来, 有些刺眼。 我微微眯起眼睛, 看向墙上那幅画。 是我挂上去的, 表了玻璃框, 擦拭得干干净净。 画里, 是许琴。 那会初一, 她是我同桌, 趁着她睡觉时, 我偷偷照着她的模样姿势画下来。 画里少年睫毛鲜长如蝶翼, 停落窗外透进的薄薄尘光, 像蝴蝶的梦在轻盈闪烁。 当时我趁她睡着, 偷偷摸摸碰了碰她的鼻子。 结果我没留心到自己指尖沾了笔墨, 她的鼻子上顿时多了点颜色。 在我心虚琴琴, 在我心虚琢磨着怎么擦掉才好时, 许琴醒了过来。 后面, 当她发现我的杰作时, 难得恼火地屈指弹了下我额头, 捣蛋鬼。 我捂着额头委屈巴巴, 唇角弧度却飞扬跋扈。 正想着这事时, 手机震动了下。 我打开手机, 是闺蜜发来的。 夏若, 你还好吗? 和她的聊天记录在网上翻, 是她前几天发给我的几段视频。 从我认识许琴开始, 我以为, 她的性格就是那样不苟言笑的。 从相恋在一起, 到结婚四年, 她的情绪始终平淡如水, 无论是结婚纪念日, 还是各种节日活动, 她都不会有过多言笑。 我以为她就是这样。 直到我看见闺蜜发给我的几段视频, 我才知道, 她不是不苟言笑, 不是不爱浪漫, 只是所有的温柔和笑都给了另外一个人。 他们一起散步, 一起游玩, 一起住进酒店。 我在翻闺蜜发给我的视频, 在那些视频里, 我都快认不出那个人是她。 原来她也会贴心给人家菜, 她看人的眼里也是有柔情似水的。 她会温柔摸着她的头, 让她枕在自己大腿上。 包括最后一段视频。 是半年前, 许晴正是在外包养了赵珊珊的那天, 她俩在中学校园外, 那颗我曾经和她表白的紫金花束底下拥吻。 闺蜜是学校老师, 正巧那晚熬夜加班, 出校门碰见了, 偷偷躲在一旁录下来。 除了她之外, 曾经的同学没人知道我和许晴结婚了。 因为我俩结婚没有百艳, 她觉得复杂麻烦, 而我也一向怕这些繁琐, 也就只是两家聚聚吃了饭。 闺蜜和赵珊珊也是多年好友。 她犹豫再三, 才在前几天发给了我视频。 我总算想起来, 半年前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那段时间的许晴心情肉眼可见得差。 现在想想, 大概是她听说赵珊珊要结婚了。 毕业后, 赵珊珊过得并不好, 家里带给她许多累赘麻烦。 到后面, 她的父母逼迫她嫁给一个富二代, 对方很喜欢她, 但她不喜欢。 结婚当天, 赵珊珊跑了, 跑去找了许晴。 怪不得那一天, 许晴电话响后, 她连我的生日蛋糕还没切, 就匆匆走了, 你自己吃蛋糕吧。 我还以为她是因为公司突然有急事。 原来是赵珊珊找了她。 视频里, 许晴一开始和赵珊珊碰面, 她神情还是显得冷漠, 不是要去结婚吗? 赵珊珊是很少哭的人, 那一天, 大概精神有些崩溃, 拉着许晴哭着讲了许多, 我没有去, 我不想结婚。 大意是她逃婚了, 她心里有许多话, 不知道找谁说,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许晴没有反应, 也没有说话。 后面, 赵珊珊见她没有说话, 转身就走, 那我继续去结婚好了。 许晴神情却变了, 你敢。 她挤不上前, 从身后抱住她, 按在紫荆花树下, 低头吻了她。 在后面, 她说, 每个月五万, 我养你。 赵珊珊很生气, 抬手想打她, 许晴, 你不要太过分。 但那只手最终却没落下, 颇有几分瘦辱模样。 她大概很需要钱, 她家里似乎有人生病。 许晴就这样, 开始包养了她。 可她后面对她的态度, 早已不是一般情人。 闺蜜给我拍的前面几段视频, 都是她碰见的。 因为赵珊珊家就在学校附近, 闺蜜总常能碰见她, 也碰见许晴找她。 我看完了视频, 忽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 难受得很。 我跑去洗手间里吐了。 我恍惚间想起来, 四年前, 还是我向许晴仙求的婚。 我本以为她会拒绝, 她却答应了。 直到前阵子, 我才联想起来, 我和她求婚前两天, 听说赵珊珊交了新男友, 已经准备订婚了, 只是不成想半年后分手了。 我摸索着走出洗手间, 晚上分明困得要命, 我却翻来覆去没睡着。 我没开灯, 一个人坐在飘窗前, 望着窗外霓虹夜景, 听着闹钟指针滴答滴答流逝声。 许晴一夜未归, 也并不是只有这一次了, 以前我都当她工作狂, 自己早早睡了。 直到天边逐渐露出雨堵白, 依稀晨光扶照入窗时, 我听见了开门声。 许晴进门时, 见到我没在睡觉, 有些诧异。 我回头看她, 她并没有说什么, 神情很淡。 要不是见到她拥吻她时的激烈热情, 我会以为她一贯如此。 她瞥了我一眼, 转身时, 我见到她脖子处几道草莓色咬痕。 我缓缓站起身来, 也许是窗外的雪让人心冷, 我的心情静也平静地诡异, 只与刘一丝丝针线拉扯的微微疼马感, 许晴。 她的脚步停下, 我略微活动了下麻木的肩膀, 尾音藏着我自己都不曾察觉的一丝叹息, 我们离婚吧。 我话出口时, 许晴没有反应, 不知道她是听见了, 还是没有听见。 她一如既往, 从容不迫更换了衣裳, 直到走到房门口时, 才忽然停下脚步, 顿了顿, 好像自己听错了那样, 你说什么? 她一手还在绑着领带, 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望向窗外, 沉默虚余, 将右手上戴的婚戒摘了下来, 扔在桌上, 听清了吗? 钻石婚戒闪烁的光芒, 梦幻绚丽, 像极了一场梦。 结婚这些年, 我几乎没将她摘下来过, 但许晴从未戴过, 也不只有她了。 我所有珍视的一切, 她从未珍视过。 随着钻戒清脆声响, 许晴谋底终于有了一丝轻微波动, 只是那缕起伏, 转瞬即逝。 她打好了领带, 微微皱起眉头, 不要使小性子了。 今天工作多, 我先去公司了。 她推门而去, 我这才觉得困倦一点点袭来, 我转身扑在床上。 一夜没人触碰过的被子, 浸染上丝丝透骨的冷意, 盖在身上一时半会, 也不觉得暖和。 许晴啊许晴, 我笑了笑, 摇摇头, 到底是我停留在原地, 还是她忘了迈步前行。 她是不是忘了, 我已不再年少, 也不再拥有, 曾经不顾一切去追她去, 喜欢她的勇气和耐心。 我出门去了, 直到傍晚, 闺蜜发给我消息, 她和珊珊在校外那棵紫荆树旁的椅子上坐着。 我开车过去了, 我下车后, 没有直接朝他们走去。 我站在他们右侧不远, 静静看着他俩, 赵珊珊这些年, 似乎都没什么变化, 她总是少女气十足, 谈笑之间透着几分娇称可爱。 他们坐在长椅上, 背后是排排入冬凋零的花树。 许晴似乎有些烦躁, 她时不时拿出手机看, 盯了会儿, 又放回去。 过了会, 她终于又拿出手机, 迟一片刻, 在屏幕上敲了敲。 我的手机震动, 我摸出来, 是她微信发给我的, 在干什么, 我盯着那几个字许久, 才觉得想笑。 认真想想, 我才发现,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 从前的每一天, 几乎都是我时不时抽空给她发信息, 往往我分享了许多有趣事情, 只换来她不嫌不淡的一个恩。 我习惯当她性格如此, 现在想想, 真是好笑的可以。 从她和赵珊珊在一起后, 闺蜜发给我的视频里, 她主动和她说的话, 怕是远远超过我俩结婚这几年。 我没回复她, 将手机放回口袋里, 这才朝她走过去。 听见脚步声, 许晴抬起头来。 在看见我的一瞬间, 我以为她多少会流露, 被我撞见她出轨时的惊慌, 却不成想, 她第一个反应, 是伸手护住身旁的赵珊珊。 她眼底的诧异, 只闪过一瞬, 又复归于平静湖面, 就好像笃定我不会做出什么反应。 又或是, 那些年我不顾一切追她的举动, 让她相信, 我怎么样也离不开她。 她身旁的赵珊珊, 局促不安地看着我。 我没理会她, 从包包里摸出那份离婚协议书, 递给她, 你看吧, 看了觉得没问题, 我们就签了。 许晴拿过去, 在看清上头的字眼时, 一贯波澜不惊的眼底, 终于逐渐出现了丝丝裂痕和错愕。 我没等她说话, 转身朝轿车走去, 你想好了, 看清楚了, 再打电话给我。 我打开车门, 坐进车里, 扬沉而去。 从后视镜里, 我看见许晴忽然站起身来, 朝我的方向走了几步。 然后在拐弯处, 我再看不见她。 回去后, 我躺在沙发上, 正正盯着墙面。 盯得久了, 眼睛有些疲惫, 我又闭上眼睛。 一闭眼, 我就想起高二和她告白的那天。 当时周围围了我的一群好友, 在起哄凑热闹。 我紧张地除了她之外, 谁也看不清。 我的闺蜜在旁边笑嘻嘻 录下了我告白的视频。 而我只听见她说好一个字。 直到前阵子, 我又翻到了那个久远的视频。 我在那群围观的人群里, 看见赵姗姗的身影。 许晴在答应我之前, 抬头朝她的方向看了一眼。 在她那个字落下时, 赵姗姗垂下眼皮, 转身离开。 现在想想, 我和许晴告白前不久, 赵姗姗和隔壁斑斑草在一起了。 想到这里, 我唇角扯了扯, 把手机丢到一旁, 心头堵了棉花, 闷得可以。 原来这一路走来, 我一直是她的替代品, 只是她拿来和她怄气的盾牌。 像个小丑一样, 围着她转, 到头来, 才发觉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怪不得我和她在一起后, 虽然没分手过, 但她寡淡的班里同学, 以为我俩早早就分手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正打算将脑中麻团一样的思绪丢出去, 手机铃声响起。 听见铃声,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是我的手机。 因为, 我给她专门设置的电话铃声从未响过。 我任凭电话响了会儿, 才睁开眼睛, 摸到手机接起来。 我没有说话, 静静等她开口。 许晴说话了, 为什么没在家? 我抬头看着我现在的房子, 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晚上六点半, 她竟然回家了呀。 她有多久没这么早回去了, 真是稀罕。 我垂下眼帘, 已经空空没戴戒指的右手, 无意识敲打桌面, 想好了。 想好了就签吧, 什么时候有空, 一起过去民政局一趟。 电话那头, 许晴深吸了一口气, 沉下声来, 你是因为赵姗姗的事情耍脾气吗? 我微顿, 捏紧了手机, 语气冷了下来, 我不该生气吗? 许晴。 从我追她到现在,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 和她说话过。 我一贯在她面前温声说话, 从没大吼大叫过一句, 电话那头似是愣住了。 我轻轻扣着桌面, 还是你觉得, 我应该得看着你和赵姗姗在一起, 我还要再送上一句祝福。 我还得开心, 还是憋着, 忍着。 因为我们之间从头到尾, 一直是我在讨好你, 谁先喜欢的谁, 就活该低对方一头, 是吗? 你当我没有心的吗? 我走到窗边, 望着窗外茫茫夜景, 你也不用不喜欢, 还要假装每天和我一起过, 协议书签了, 各自散了吧。 我一大段话说完, 电话那头静默许久, 在我即将挂断电话时, 那头声线带上一丝罕见的紧张和绷紧, 谁同意要离婚了? 你现在在哪里? 他最后一句问出来时, 我觉得心头闷得发疼, 荒唐又好笑。 我听见他第一句这么类似关心的话, 却已经是走到这一步。 我说, 晚上多漫长啊, 我也愁愁, 哪有小白脸, 挑一个玩玩。 说完, 我关掉手机, 丢在床上。 我翻身躺了上去, 抬头看着吊顶天花板。 这一套房子很新, 原本是我和许晴一开始住下来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里, 推开窗户望去, 就可见大片的风景。 但那时和许晴没住多久, 他就说不喜欢这里, 我和他才搬去了现在住的那套房里。 现在想想, 哪里是他不喜欢这里啊? 是这边, 不如那边的房子, 离赵山山住的地方更近吧。 直到第二天重新打开手机, 我才知道, 许晴找了我一整个晚上。 我的手机里有几十个他打过来的电话, 和数不清的他发给我的消息。 这样急切模样, 如果是之前, 我会有多高兴。 可哪怕他找了我一整晚, 他也不能猜出来, 我在哪儿。 如果是许晴不见了, 只要我想找他, 我准能在最短时间内将他找到。 我熟知他所有的喜好, 知道他爱去的地方, 也知道如果他不见, 可以通过他的哪些朋友找到他。 但许晴不一样, 他也许在昨晚找我时, 才会发现, 他根本没有办法联系上我。 他从未关心过我任何事情, 不会知道我喜欢去哪儿, 也不知道该通过哪些朋友找到我。 可笑认识十几年, 哪怕我已经是他的妻子, 他对我的认识, 恐怕不如他公司的一个入职半年的同事。 一无所知, 空空如也, 我总算给他回复一条消息, 签好了, 或是想去民政局了, 再联系我吧, 说是夫妻, 竟能疏离至此。 我梳洗完, 去了公司。 直到傍晚, 许晴终于找到了我。 我想, 他连我在哪儿上班, 应该都是翻找到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才知道的。 许晴来的时候, 我原本已经要下班了, 见他走进来时, 我顿时又不想走了。 我低头继续敲键盘, 觉得一心工作, 也挺好的。 许晴静止朝我走来, 声音低沉, 下弱。 我不知有多久没听见他这样叫我的名字, 有刹那, 仿佛穿回了年少那段轻松岁月。 我鼻尖呼得一酸, 又专心敲键盘, 假装没听见。 周围同事频频朝许晴看去, 有几个刚入职的毕业大学生, 偷偷拿起手机拍帅哥。 坐我身旁的同事笑着问我, 夏若, 你男朋友吗? 许晴听见了, 表情微微僵住, 随即站在我身旁, 他老公。 我那口直心快的同事, 惊愕地一句话脱口而出, 啊, 原来你结婚了。 许晴脸色更难看了。 他俯下身来, 问我, 不是下班了? 我接你回家。 确实是下班了, 周围的同事, 已经陆陆续续走人了, 只剩下为数不多两三个, 还没完成当天工作的同事, 还在加班。 我敲键盘的手停了几秒, 又继续敲, 今晚加班, 不早回。 是他从前一贯的用词。 我本以为, 以许晴一贯高冷姿态, 他转身就会走。 不成想, 他却在我身边坐下, 我等你。 就好像我曾经追他那样, 无论他扫地值日, 亦或其他时候, 只要他回头, 我总在等他。 我盯着屏幕, 声音带上一丝嘲讽, 你现在又是干什么? 我俩的婚约对他来说, 不该是一种束缚吗? 和我在一起, 不是远没有他和赵珊珊 在一起开心吗? 现在怎么就拖着不肯离婚了? 我不理解他, 也不想再思考。 无数个深夜醒来, 身旁无人的时候, 我想得已经够多了。 想得患得患失, 想得疲惫不堪, 想得卑微如尘埃, 只是现在想想, 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候, 他兴许正怀抱温香软郁, 睡得憨然。 许琴没有打我的话, 在我身边静静坐了一个小时, 他起身走了。 我眼皮也不曾掀起过, 我知道他不会有耐心对我。 可没想到, 过了会, 许琴给我带了一份晚餐回来, 吃点东西。 打开盒子, 是甜辣口味的。 我瞥了一眼, 拿过盒子, 推给了一旁同事。 同事很开心地接受了。 许琴脸色顿时又沉了几分, 夏若, 别再闹了。 同事在一旁疑惑扭头,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许琴, 夏若, 你不是最不喜欢甜的, 也吃不了辣吗? 许琴闻言, 愣整许久。 我慢腾腾说, 是啊, 因为喜欢甜味, 也爱吃辣的人。 是他, 所以从前的我也假装跟着喜欢。 许琴好像变成了中学时的我。 他像我当年追他那样, 忽然开始因琴联系我, 找我。 我却越来越不再早回, 依旧和他分开住。 直到我打开房门时, 闻到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 我正住, 朝里走去。 餐厅桌上, 许琴已经做好了一桌子饭菜, 摆放得整整齐齐, 还冒着香味。 没有辣的。 屋里灯光暖黄, 他的眉眼也落下几分柔和。 是我曾经幻想中温馨小家的模样。 他终于想了起来, 我们俩之前还住过这个房子。 许琴看见我时, 把围裙解下, 来吃饭吧。 我静静看了桌子一眼, 往客厅走去, 在外面吃饱了。 许琴盛饭的勺子炖煮。 我没再有多余的精力, 像从前那样, 去在意他每一个动作, 琢磨他每一个心思。 我去收拾整理我的房间, 又从书架翻出书来, 自顾自看了混书。 许琴也没有制造出其他声音, 慢慢地, 我几乎忘却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等我沐浴完走进房间, 脱下鞋子, 顶着困倦的眼皮躺上床时, 才忽然意识到身旁有人。 我即刻睁开眼, 一时间只觉得无比陌生。 从来没有一次, 是许琴比我更早躺下的。 不知道是不是早习惯了入睡时, 身旁空空无人, 当许琴从背后环抱住我时, 我只觉得浑身僵硬成石头。 他温热的呼吸落在我耳畔, 声线沉沉, 像唇香烈酒点点蛊惑, 姗姗的事情, 我们再商量一下。 一句话如冷水, 将我颇醒了。 原来就算到这时刻了, 他心里还总割舍不下他。 商量。 商量什么呢? 我一点点掰开他的手, 不用再商量了。 我开始变得像从前的许琴, 很晚很晚才回家, 或是宁愿在闺蜜家里过夜, 也不想看见他。 他开始频繁早早回家, 像从前的我在追他那样, 越发在意我的点滴。 他拖着不肯离婚, 总找各种理由不愿签字。 我也不急。 我甚至愿意看看, 他是怎么追我的。 看他一次次满怀希望, 想给我带来惊喜和温暖, 然后又一次次失望离去。 我看着他,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从前的我追他时, 是这样的。 许琴比我更冷情, 当年追他时, 我碰过的弊, 太多太多。 我开始好奇想, 我是怎么坚持追他那么那么久的。 如此卑微, 卑微到尘埃里。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他才觉得我可有可无, 便宜不值钱。 我想了想, 晃动手里酒杯, 摇摇头笑了笑。 这世间所有容易得到的事物, 总是容易被等闲看。 夏若, 你看你看, 那边有个帅哥。 闺蜜在旁边推了推我, 他看过来了。 咦, 他是不是在看你啊夏若。 酒吧里, 你红灯光之中, 我看见一道清秀身影。 那男生转过头来, 是雅旦如雪的脸庞, 带着点青色和脱俗。 只一眼, 我就出了神。 真是和当年许琴, 很像的一张脸。 我走神的厉害, 也没有注意到, 那男生拨开人群, 朝我走过来。 直到站在我面前, 他才略微腼腆地拿出手机, 问我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 闺蜜就在旁边暗笑, 推了推我, 果然, 这不是我头一回碰见了。 我似乎总是很容易吸引到小奶狗类型的男生。 我还没回答, 手腕被人从身后狠狠拽住, 声音颇有几分咬牙切齿, 下弱。 我转头, 许琴怀抱着一大捧的艳丽玫瑰花, 花香扑鼻。 他拽着我的手指上, 带着一枚闪烁冷光的钻戒。 我的手上却早空了下来。 他沉沉看了那男生一眼, 又带有几分冷气看着我。 我眉稍微扬, 干什么? 干什么? 他凑近我脸庞, 强行忍下怒火, 才说,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我一听, 更觉得差异, 你不是从来不爱过这样的节日。 说着, 我觉得好笑, 还笑了起来。 没有哪一次结婚纪念日, 他在的。 不是工作忙, 就是其他理由不在。 许琴将住, 片刻, 沉默地将大捧玫瑰塞进我手里, 我们回家。 回家, 我低头看着那大捧还沾染水珠的玫瑰花, 转而扔进一旁垃圾桶里。 许琴来不及阻止我, 只是转头看我, 眸底晦涩莫变。 闺蜜从一旁凑过来, 见凤叉针补了锯, 下若他对花粉过敏哎, 你不知道吗? 我正开了他的手, 不看他刹那惊恶而又黯淡下去的双眸。 我没有天天逼迫许琴签字, 也没有天天闹着。 但许琴追了我半年后, 终于绝望放弃, 同意了签字。 我知道, 每天看人冷眼, 看自己的一腔热血被人一次次浇灭, 哪怕只是一件件的小事, 最终也会成为压垮骆驼的一根根稻草。 越是看着他, 我越是看见当年的自己。 年少正青春时, 是真有耐心和不顾一切的活力, 百折不挠的勇气啊。 换成如今的我, 恐怕连半年都难以坚持下去。 签离婚协议的那天, 我和许琴是在家里签的。 我的心情比预想中的还要平静, 就像无数次波涛汹涌的海浪已过, 余流沉寂冰冷的海面。 许琴却喝了许多酒, 整个人带着浓浓酒气。 我知道她一贯是不爱喝酒的。 我走进房间里, 又看见墙上挂的相框。 有两幅, 一幅是我画许琴的, 另一张, 是我们高中毕业照, 许琴挂上去的。 从前我以为, 许琴挂的这张照片, 是因为拍毕业照时, 我就站在她正前方下一排。 可当我如今认真看时, 当时许琴啊, 她眼睛看的方向, 站着的那人, 分明是赵珊珊。 他们俩的故事, 如果我不在这之间, 估计又会是一个双向暗恋奔赴的美好故事吧。 我一开视线, 看向旁边挂着我画的那幅。 我伸手想取下来, 只是刚碰到, 相框却因为挂不稳, 自己往下砸。 她往下掉的时候, 我的手指动了动, 想去接住, 最终又缩了回去。 从我身后, 却呼得扑抓, 过来一只手, 企图将她接住。 只是相框从她指尖看看擦过, 终于坠落地面, 碎裂一地。 飞溅起的玻璃碎片, 划过她的指尖, 阴出浓烈血色来。 许琴却恍然未觉, 俯身想将支离破碎的相框 和被割裂的画收拾起来。 为什么不接住她? 她的声音带点沙哑, 你画的不是我吗? 原来她知道啊。 我以为她不知道的。 挂在房间这么多年, 每次她都是目不斜视走过, 从未问过一句。 玻璃碎扎片片割裂她的手指, 一点点染红地面。 我抓住她的手, 别收拾了。 碎裂的东西, 就是碎了, 再拼凑回来, 也不是从前的样子。 心疼吗? 心疼她现在伤痕累累的样子。 不, 我心疼从前的自己。 早知所有爱都要有所保留, 也不至于再想到爱这个字, 就已让人疲惫。 一栋的玻璃碎片停下, 她慢慢抬头, 狭长漂亮的眼睛看向我。 我头一回, 看见她这样神色。 眼底破碎, 好似满地的玻璃, 拼凑不出完整如初的样子。 她朝我慢慢伸手, 试图碰我的脸, 不要离婚, 好不好? 我们再试试, 从头开始吧。 我避开她的手, 转身走到桌旁,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摇了摇头。 和许琴办理完离婚手续后, 我的心情忽然间轻松许多。 从民政局出来时, 我朝东走, 她朝西走。 我没有回头, 直到我坐进车里, 才发现她站在离我们分别的地方不远, 正正看着我, 像极了迷失方向的孩童。 我将目光从她身上一开, 踩下油门, 车子缓缓离去。 终于有一天, 不再是我跟在她身后, 看着她背影消失。 我知道许琴会和赵珊珊在一起, 毕竟我们就算在闹离婚那段时间, 她也始终没有说要放下赵珊珊。 她们公开在一起的消息, 我毫无意外。 但她们分手的消息, 却快地让我吃惊。 就在我和许琴离婚后不到七天, 本来从地下情人到终于见光的事情, 却这么短暂。 闺蜜截图了赵珊珊的朋友圈发给我。 赵珊珊发了一段话, 原来你只是喜欢在禁忌边缘寻求刺激感, 早知如此, 你不如早点告诉我算了。 她的厌倦来得这么快, 快得让所有人震惊。 从那天过后, 我不再去关注许琴一点一滴的消息, 但她的消息却通过我们之间的共同好友, 总是时不时传到我耳里。 听说许琴把之前我弄摔的照片让人修复好, 放在自己办公桌前, 时不时总盯着她发呆。 我典当掉的婚戒, 她始终还戴在手上。 甚至有一天窗外飘落额毛大雪, 我拉开高楼窗帘, 低头看去, 见到她身着灰色风衣, 独自一人倚靠在路灯旁, 静静望着人烟稀少的大路。 就好像中学时, 为了给她生日一个惊喜。 我一个人在漫天飞雪中固执等她的吃傻模样。 我拉上了窗帘, 只当作没看见她。 我开始习惯了, 没有许勤的日子。 每天进门, 就显得空旷寂寥的房屋, 被我精心布置的温馨整洁。 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吃的饭菜, 不用思索她爱吃什么, 哪些不喜欢吃。 也可以肆无忌惮拥抱整个温软的大床, 不会再在半夜醒来, 察觉身旁空落落的孤单。 又一年的夏天, 我背上行囊, 去了大江南北许多地方游玩。 有时候带上朋友, 有时候一个人走。 看站蓝城彻的大海, 苍茫荒芜的沙漠, 看熊鹰从空中飞过, 爬到山顶看日出日落, 站在雪山前捧起一手冰凉。 这些, 是在我和许晴在一起后, 我一次次和她提起, 要一起去走一起去看的地方。 只是她从来都有各种忙来推拓, 却有闲情意志陪另一个人。 虽说, 我亲密的朋友都说, 许晴现在不同了。 有和她同个公司的朋友, 劝我, 我觉得她现在真的后悔了, 她的戒指到现在都没摘下来, 也没有和别的女人亲近过。 要不, 你们再考虑一下复合, 收到这条消息时, 我正看着山顶日出的风景。 我低头, 敲字回去, 不了, 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原谅。 也不是所有美景, 都一定需要两个人才能去看。 晚安。 被京圈太子爷养在身边的第五年, 我怀孕了。 他对人说, 结婚? 和谁? 和那只金丝雀? 后来我跑了, 听闻一贯玩世不恭的太子爷性情大变, 终日冷着脸, 全世界发疯找人。 我怀孕了。 看着那两条红杠, 我在宿舍的卫生间欲哭无泪。 我还在读研衣, 孩子的爸爸, 想到荣家妍, 我心里更烦。 荣家妍比我还小一岁, 是个无法无天的二世祖, 仗着家里有权有势, 在这必是为所欲为。 我一路走到他在校外的那间公寓。 这件事, 我要和他谈一谈。 结果, 我刚在门口, 就听到里面几个男生打游戏的声音。 都是他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喂, 家妍, 你那家庭教师还没玩腻呢? 都多少年了? 我说你, 第一次就栽了, 真丢面。 荣家妍反击, 你那些前女友不要钱, 还愿意让我免费玩, 你是不是不行? 另一个人大笑道, 家妍喜欢玩姐弟恋, 你出他逆临, 小心他弄死你。 哈哈哈哈, 不过家妍啊, 你真该试试那些更年轻的妹妹, 保管你用完以后还说好, 滚你妈的。 另一个人道, 你不会还想和她结婚吧? 结婚? 荣家妍嗤之以鼻的声音传来, 和谁? 和那只金丝雀, 心脏仿佛被人捶了一拳。 其实, 我们之间真没有爱情, 有的只有买卖。 她每个月给我二十万, 我是她随叫随到的金丝雀。 我试着叫停这种关系, 但她发疯一般把我关在一座海岛一个月。 那次我错过了期末考试。 她那时说, 我以后再敢违逆她, 她会试着让我知道失去自由的滋味。 我还没回过神来, 她那朋友又问, 你家里叫你相亲, 怎么样了? 我没再听下去, 转身离开。 她能说什么? 不过是轻挑随意地让我去打掉, 或者转我一笔钱。 这件事我没理出头绪。 这个世界上我没亲人了, 我是私生女, 我妈和有夫之妇勾搭, 生下我后, 把我丢给外婆, 一个人去逍遥快活, 那个男人和我妈当没我这个女儿。 我上了大学后, 外婆才去医院检查, 已经是肝癌晚期了。 不知道母亲的命运会不会一代一代传给女儿。 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说我怀孕两个月了, 我子宫臂比较薄, 要是打胎, 可能会终生不孕, 而且是双胞胎。 容佳妍的电话打来, 在哪里? 外面? 哪里? 陪我吃饭, 我来接你。 说完, 她挂了电话, 我赶紧给她发了定位过去。 有次我很烦她, 直接挂了电话, 关了机, 她疯了一样开始寻我, 甚至发动了我所有的老师同学, 大家以为我失踪了。 她找到我之后, 恶狠狠地对我说, 以后再敢挂我电话, 腿打断。 她开着一辆回头率超高的超跑, 生怕制造的噪音不够大, 还在拼命按喇叭。 想吃什么? 她的声音堪称温柔, 我带你去。 我赶紧仰起笑脸, 道, 都可以, 想吃点清淡的。 吃饭的时候, 我问她, 你以后, 有什么打算? 其实, 我想问, 什么时候和我结束关系? 她撩起眼皮看我一眼, 道, 没什么打算, 现在这样挺好的。 我硬吞下嘴里有些欣慰的饭菜, 犹豫道, 我是问你,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 她的神情瞬间变得音质起来,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 应该怎么样? 我吓了一跳, 这小神经病的精神状态, 真是堪忧。 你是不是应该安顿好我啊? 我可不想被你老婆当街打。 我赶紧做出一副封尘样子,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别告诉我, 你没想过我的安排。 她漫不经心地喝了口红酒, 道, 当然想过。 其实她很成熟, 她上了大学后, 偶尔和其他人一样打游戏, 泡酒吧, 但大部分时间, 都在进他们家族企业做事, 已经成功做了几个上亿资产的项目。 我努力克制住神游天外的思绪, 问她, 什么打算? 你自己怎么想的? 她把问题抛给我, 一双眼睛鹰一样盯着我。 当然是读完研究生, 读博士, 以后留校做老师了。 我这么说, 这也确实是我原来的打算。 但是, 今天听到她已经提上日程的结婚, 我心凉了半截。 她不打算放我走, 又打算结婚, 那我岂不是做小三? 一个老师做小三? 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而且, 我真不想和她一直这么纠缠下去了。 为什么要工作? 她不太赞同, 我给你的钱不够花吗? 你每天在家等着我, 闷了去商场消费, 不是很好吗? 我没回答, 垂着毛子吃东西。 她也不说话了。 我们之间, 她在金钱和权力方面居于我之上。 但我在年龄方面在她之上, 更何况, 我曾经是她的家庭教师。 所以我们之间, 很难有谁能完全听从谁。 她应该去包养一个比她年纪小的小女生, 这样可以让她作为男性的权力发挥到极致。 她进来空了些, 回了公寓, 才七点过, 她直奔卫生间, 看起来是想把晚上所有的时间都消耗在床上了。 年轻人的热情总是无限, 但我总觉得自己在她身边已经苍老了很多。 卧室里传来嘻嘻嘻嘻嘻的水声, 我有点疲倦, 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不知为何, 突然就想起我的初恋, 那时我们怀着紧张又忐忑的心情, 开了房, 要探索人体的奥秘。 我也是这样坐在床边, 听着水声, 一时有些迷茫, 然后容家言就跟疯狗一样冲进屋来, 按着那个男声就是一顿打, 命运好像就在那时开始改变的。 如果最开始没有去教她就好了, 如果没有被她精致的外表迷惑, 心生怜悯, 觉得她是个好孩子就好了, 我就不会这么烦, 不知不觉睡着了, 有湿润的手在我脸上游走。 她的眉眼全是不耐烦, 你干什么又哭。 我摸了一把脸, 果然有眼泪。 对不起, 我道歉。 她明显更烦躁, 动作很粗暴。 我原来挺能忍的, 但今天就是忍不住, 从一开始的小声哭, 到后面的忍不住崩溃大哭。 她烦了, 你有病啊, 我是在强暴你吗? 我心情不好, 我只能解释, 今天被导师骂了。 她犹豫了一下, 停了下来, 不情愿地抱着我哄, 所以我就不懂, 为什么你要去读研究生, 吃力不讨好, 搞得影响我们之间的心情。 是影响她发泄吧。 她平时很忙, 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做空中飞人, 尤其是大三大四课程少了以后, 更是忙得脚不沾地。 老前家的孩子不一定要去国外读名校, 她家里想让她从大学起, 就开始接触家里的政商关系网, 学着投资练手。 她原来提过, 她去哪里, 我就跟着她飞去哪里, 还说会给我涨到五十万每个月。 不过, 那时我极力拒绝。 她又缓和下雨气道, 行了, 不哭了, 给你转零花钱, 拿去买点喜欢的。 她当着我的面, 赚了一百万。 我吸了吸鼻涕, 亲了她一下。 之后她没动我, 抱着我打游戏, 白皙修长的手指 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操作, 时不时暴躁地骂人。 我神由天外, 我要离开她。 我飞速地算我账户里的存款, 又想时机。 有一个时机就是现成的。 导师要去国外做学术交流, 本来就要带我。 这件事, 荣家言已一早知道, 她虽然不满, 但是知道不能把我逼得太过, 所以没说什么。 我把卡里的钱全部兑换成了美金, 拿了必要的身份证件, 很快和导师一行人去了机场。 荣家言来送我。 师兄师姐笑话我们, 真是腻歪啊, 又不是不回来了, 至于吗? 要酸死我们这群观寡孤独。 导师也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荣家言和我, 在外人眼里, 就是一对显眼的学生情侣。 人尽皆知, 我身边飞不进一只公文字, 连女性朋友, 她都要去查人家各地翻天, 最后的结论永远一个, 她不是做你朋友, 你离她远一点。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要进真空保护室。 学校的宿舍, 也只有我一个人住。 荣家言让身边的助理 给每个人都送了一袋子礼物, 是吃的。 她拉着我去旁边说话, 东西都带齐了吗? 我笑笑, 你高考的时候, 还是我给你整理的文具, 你现在问我这种问题。 她瞬间黑了脸, 她很介意我年纪比她大, 又或者, 她讨厌别人, 觉得她幼稚。 要不你别去了, 她突然恶劣地说, 我忽然不想你去了。 她真的做得到。 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 如果我不能趁着这次机会出国, 那我以后无论如何, 都很难再走。 尤其肚子会越来越大。 我忙讨好她, 摇她手臂撒娇, 怎么了? 这么几天, 就舍不得我。 那你和我一起去, 白天我们开会, 你睡觉, 晚上我回来了, 再陪你玩。 玩什么? 她又开始不正经, 我只想玩你。 说着, 就把我压在墙边迫切地吻, 幸好我们的位置比较隐蔽, 没什么人看见。 她潮湿黏腻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老师, 我舍不得你。 你会不会想我? 身体是灵魂的叛徒, 早就先一步向她屈服。 上了飞机后, 我悬着的心才放下。 荣家言, 再见。 五年后, 沈大宝, 沈小宝, 你们作业写完了吗? 我插着腰, 弄目瞪着, 在草坪上拿着树枝当剑, 再打打闹闹的两个小孩。 明明早上, 才穿得干干净净的衣服, 一个上午不见, 浑身都脏兮兮的。 还有, 你们衣服怎么回事? 妈咪, 作业写完了。 他们俩笑嘻嘻地抱住我的大腿, 用他们的美貌攻击我。 妈咪, 好想你啊。 我竭力克制, 已经软得不像样的心, 做出生气的样子, 我知道你们的英文作业写完了, 但是中文作业没写完。 五年前, 我跟着导师去了米国, 随后通过中介, 又转去了外国, 写邮件向导师道了歉, 说不再继续学业了。 后来, 我便在外国申请了学校继续读书。 幸好原来荣家严给我的钱够多, 这些年我读完了朔博, 还在学校附近买了一个房子, 请了一个费用帮忙看家, 带小孩。 但两个小孩的中文水平很差, 他们周围人全是英语,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对他们说中文, 他们自己之间也说英文, 搞得现在根本就不把母语当回事, 说都不想说, 更别说写了。 大宝和小宝, 愁眉苦脸, 妈咪, 那些字好难写, 我手痛痛。 这时, 同街的几个小孩, 风风活活跑过来, 身上还穿着万圣节的衣服, William, Simon, Go。 飞涌赶紧拿了万圣节的披风和帽子给他们俩戴上, 还有南瓜灯, 剑。 两人一窝蜂跑了出去, 跟两个小疯子似的, 飞涌围着围裙跟了出去, 这里治安很好, 他们喜欢在大草坪那里玩, 我也能瞧见他们。 我叹了口气, 看着手里的作业摇摇头。 同个街区, 还有一家中国人, 和我们家一样的问题, 他们家已经请了家教, 教小孩中文。 我犹豫着要不要也请家教, 我现在正在做博士后, 帮导师打杂, 希望将来能留校任教。 卡里的钱, 肯定会花完的, 两个小孩将来读书花费肯定不小, 尤其想要读好的学校。 私立学校的学费也能吓死人, 我还是在学校论坛发布了一条广告, 给沈大宝和沈小宝找家教。 和面试者约了时间, 我刚出教学楼, 就看到Tom拿着一大树玫瑰花朝我这边走来。 我赶紧拐个弯就跑。 他狂追不舍。 欢! 你, 你跑, 什么? 他拿着玫瑰花, 用别角的中文道, 我爱你。 我知道, 知道你, 比较害羞, 但我可以等你, 你的孩子, 我也会当成, 自己的孩子来爱。 比你的扎钱难有好一百倍, 说完, 他呼出一口气, 把小纸条收了起来, 不用说, 又是先把中文写纸上, 然后照着念。 Tom长得挺好看的, 是那种忧郁型的长相, 我也挺喜欢的, 但是有个致命的点, 他年纪比我小。 经过荣家言那个小疯子, 我本来就不喜欢姐弟恋, 现在更是怕得不行。 我尴尬地笑笑, 用英文道, Tom, 我真没时间谈恋爱, 我要养孩子, 还要打工呢。 我知道你的顾虑, Tom真诚道,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试试, 如果不行, 我会自动离开的, 我可以帮你照顾孩子。 欢,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 最有智慧, 最温柔的女人,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也想分担你的负担。 不想看你这么辛苦, 如果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会死不瞑目的。 周围人开始起哄, 还鼓起了掌,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什么求婚现场呢。 我尴尬地脚趾抠地。 Tom人其实挺好的, 我们是研究生同学, 研究文学, 那时我刚生产完不久, 两个孩子又常生病, 他帮忙了很多。 他已经坚持追我一年多了, 据说之前是暗恋我, 以为我有老公, 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做第三者插足我的婚姻。 两个孩子也挺喜欢他的, 而且孩子也会问为什么他们没有爸爸。 眼见着时间要来不及了, 我只能说一句, 等我想想再回复你。 到了咖啡店的时候, 我还在心神不宁, 这时, 我看到玻璃窗外一个男人的身影, 不是荣家言是谁。 我来不及面试应聘者了, 只能急匆匆发了信息说有事, 从后门溜走。 荣家言怎么在这里? 这些年, 我也可以从国内的新闻里看到他们家族的支言片语。 我走的那一年, 他爷爷刚好中风, 一家子人为了争权斗得不可开窖。 过了一年多, 他便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女生低调订婚。 之后的消息, 我便没再关注。 他订婚的那张照片, 我看了挺久的。 那时孩子刚出世不久, 经常夜间啼哭, 我也跟着他们哭。 照片里的荣家言和我认识的人完全不同。 那时他已经喜怒不形于色, 紧抿着唇, 浑身都是上位者的气势, 站在高高的站台上, 好像在带着他的王后看着天下。 我听说我刚失踪的时候, 他也发疯似地找我, 在整个学校找, 挨个同学问, 去了米国好几次, 又找了侦探, 那时我躲起来很害怕, 他找我找得越疯, 我被找到后, 被关起来的概率就越大。 后来他估计也累了, 终于消停了。 如今已经过了好几年, 他怎么在这里出现? 是偶然, 还是来找我的。 如果他知道了孩子的存在, 我不敢想象, 会发生什么。 我急匆匆回了家, 叫飞庸立刻收行李, 我说要带他们去度假。 大宝和小宝听说要度假, 高兴得很, 欢呼着自己收拾行李。 正在我收拾时, 门铃响了, 我吓了一跳。 透过门缝, 看到是Tom来了。 我忙去打开院门, 道, 你怎么来了? 他挠挠头, 我来看看我的孩子。 我被他这个言论惊道了, 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道, Tom, 你在乡下的那个庄园, 能带我和孩子去玩一下吗? 其实, 我想借助几天, 还有, 你能别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吗? 被我的惊恐感染, Tom也立刻紧张起来, 怎么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长话短说道, 我前男友好像来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来抓我和孩子的。 Tom立刻答应了, 帮我们把行李搬车上, 开着车就往他庄园的方向去。 原来我们一行同学也去玩过, 在那里开过爬。 到了加油站时, 两个孩子要上厕所, 我和飞庸带着他们去。 我们用的是母婴专用卫生间, 我让飞庸去买点吃的, 免得乡下的庄园没有吃的, 来不及买。 刚打开门, 我就被人捂住了口鼻, 我看到荣家妍正站在旁边看着我, 一双眼睛深邃如海, 既克制隐忍又冷漠无情, 我来不及呼救, 一时便陷入了黑暗之中。 再次醒来时, 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脑袋还很昏沉。 想起晕倒前的一幕, 我吓了一跳, 忙起身想找孩子。 别怕, 荣家妍坐在旁边, 看着我道, 孩子睡了。 她抬抬下巴, 两个孩子都睡在我旁边的一张床上。 周围的陈设, 我们在飞机上。 她摇着一杯红酒, 慢慢抿了一口, 道, 这些年我很想你。 我头还有点晕, 努力坐起来, 道, 你对我做了什么? 老师, 这么多年, 我以为你总会回来找我的, 就算是想我了, 回来看我一眼, 我也会高兴地发疯的。 她的声音滴滴的, 可是, 你没有, 你甚至都在考虑要接受一个鸟人, 居然不想回我身边。 她半跪在身边, 握住我的手, 问, 你一点都不爱我吗? 她变了好多, 原来她身上还有些稚气和少年气, 现在, 她只有那种令我陌生到无所适从的气息。 别, 别这样, 我想抽出手, 结果没抽出来, 刚刚还一脸要把我关起来惩罚的人, 现在跪在我面前, 脸埋进我手掌心, 开始抽噎了起来。 我正在无所适从, 又极度恐惧的时候, 大宝醒了。 她迷迷糊糊下床, 爬上来, 奶生奶气道, 妈妈, 爸爸为什么哭了? 荣家严盲抬起头, 擦了擦眼泪, 柔声道, 爸爸找到妈妈和你们, 太高兴了。 大宝高兴道, 宝宝也很高兴。 大宝兴奋地对我道, 妈妈, 今天你被坏人迷晕了过去, 爸爸突然出现, 一拳就把坏人打跑了。 爸爸好厉害, 爸爸是奥特曼。 我惊愕地看着荣家严, 他坐在我身边, 温柔地对我说, 幸好我及时出现,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小宝也醒了, 两人兴奋地围着荣家严, 问他是不是有特异功能。 在我昏迷期间, 荣家严不仅把我们带上了私人飞机, 飞往国内, 甚至编造了一个故事, 收买了大宝和小宝。 他先是让一个人把我迷晕, 然后再装成一个英雄, 赶走了坏人。 在大宝和小宝六神无主的时候, 从天而降, 取得了两个四岁孩子的信任。 他又对大宝和小宝 看我们原来在一起的照片, 说我和他很相爱, 但是有一次我们出去玩, 他为了保护我, 被人打了, 结果失忆了, 所以没有找我们。 而我, 以为他变心了, 所以不愿意回去找他。 关键是, 大宝和小宝长得很像他, 两人根本没怀疑。 等两个小孩叽叽喳喳说够了, 睡着了, 我终于忍不住火气, 骂道, 荣家严, 你有病吧? 你不是结婚了吗? 你现在把我们带回国, 是想做什么? 你不会还想把我关起来, 做你的金丝雀吧? 他嘘了一声, 示意我别吵醒孩子。 我们去另一边的餐厅说话。 他叹气一声道, 一欢, 我怎么可能结婚? 我爱的是你啊, 你不明白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警惕地看着他。 原来的荣家严, 我还能看出他在想什么, 看得出他是真的高兴还是烦躁。 现在的荣家严, 他的笑, 生气, 甚至眼泪, 都有可能是假的。 他说这些温柔的话, 我完全不知道他真实的内心想法, 这和我对他形成的判断不符合。 要是我原来敢违逆他, 他不仅会大发雷霆, 动不动就不让我出门, 还会一脸狠利地折腾我。 如果他真的在乎我, 以他的性格, 怎么可能在我私自离开后这么云淡风轻? 而且, 他嘴上说着爱我, 行动呢, 还不是原来偏执自私的样子。 一欢, 我找了你很久, 他看着我, 后来我绝望了, 你是一点都不想回来, 一点都不想在我身边。 那时家里争权很厉害, 我忙得不可开交, 我只能先和别人订婚, 那个女孩子是女童, 我们是契约关系, 她帮我夺权, 我帮她掩饰她的同性恋人。 我们没结婚, 现在我已经拿到了家里80%的权利, 她也去了国外, 和她爱人生活在一起, 我现在是单身, 一欢, 我从来爱的只有你。 我当年不懂事,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你的喜欢,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你,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我受不了你身边有别人, 对不起, 我当时做了伤害你的事。 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原谅我, 但我会弥补你, 真的。 如果不是她演技太好, 就是她真的知道错了。 我一时有点犹豫, 你真的, 知道错了。 她点头, 非常沧桑地道, 这些年, 我为了能在家族斗争中站稳脚跟, 真的经历很多事。 原来的事, 对我来说, 好像过了很久, 虽然我心里还爱你, 从来没爱过别人, 但我现在已经学会怎么爱你了, 我知道你想要自由, 也知道你现在不爱我, 但你放心, 我不会像从前那样限制你了, 真的。 我会一直等你。 我一时有些迷茫, 道, 那你把我带回去做什么? 我刚开始气疯了, 你不能带着我的孩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她认真的说, 我先带你们回国, 如果你真的想嫁给那个外国人, 你可以回去, 但我的孩子不能叫别人爸爸, 我会给他们最好的教育, 我也不会结婚或者找女朋友, 你可以放心去国外结婚。 怎么可能? 我怒道, 孩子是我生的, 我不可能把他们交给你。 那我们各退一步, 你不去国外结婚, 我也不会把孩子从你身边带走, 我们一起抚养他们, 这没有什么冲突的, 好吗? 我吸入的麻醉剂有点多, 脑子很晕, 只能先到, 等我脑子清醒了, 再和你谈。 你不能再限制我的自由。 那当然, 她态度很诚恳, 还带着小心翼翼, 原来是我的错, 现在我不会了。 我还是很怀疑她。 下了飞机, 她把我们带回了当年那间公寓。 房子不置过, 还有专门的儿童房, 大宝和小宝很喜欢, 欢天喜地地进去玩。 确认了, 她不会把孩子偷偷带走, 我松了口气。 她订了外卖, 四个人吃了饭, 两个孩子还要缠着荣家炎做游戏, 要荣家炎给他们当马骑。 我忙到, 该洗澡睡觉了。 荣家炎道, 走, 儿子, 爸爸带你们去洗澡。 说着, 一手抱起两个孩子, 就往浴室那边去。 二十一我忙打了电话给Tom, Tom说他都快急死了, 有人撞了他的车, 他理论了几句, 结果对方打了他一顿, 他没回过神, 就发现我们不见了。 我只能让他不要急, 告诉他我国内有事, 先回国处理点事情。 Tom心里奇怪, 只让我告诉他地址, 他要来看我, 帮我。 应付他几句, 我挂了电话, 给飞庸打了电话, 他也遇到了差不多的麻烦时, 不用说。 都是荣家炎搞的鬼, 我让他先帮我看家, 飞庸照常结给他。 我还不知道 荣家炎现在到底卖的什么药。 看他的样子, 根本不像是刚知道我们在哪里, 公寓里所有的布置, 都像是精心策划了很久, 就等着我们回来住, 连儿童房都是蓝色的海盗主题, 各种玩具几乎摆满了两面墙壁的橱窗。 荣家炎很会哄小孩, 没多久, 两个小孩就陷入了梦想。 他对我笑着道, 我做梦都想把你们接回来, 然后天天过这样幸福的日子。 一欢, 我们结婚吧, 好不好? 以后我会学着用你喜欢的方式爱你, 我们给大宝和小宝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我摇摇头, 不要, 我不爱你。 我们可以一起抚养他们, 但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如果你尊重我, 就不要逼我。 他苦笑了一下, 打开了主卧的门, 道, 你睡里面吧, 我睡客房, 我会等你的。 关了门, 我拍了拍胸口, 这人, 真的变性了, 和原来截然不同, 不会是被人浑穿了吧? 荣家也没骚扰我。 刚开始一段时间, 天天陪着孩子, 又带他们去做了亲子鉴定, 重新上了户口, 办理了幼儿园入学。 大宝和小宝每天玩得风起, 他们读的幼儿园是一所私立幼儿园, 整个学校搞得五颜六色, 各种课外活动, 实践课, 老师比学生还多。 荣家炎几乎强势地把他们的教育安排得明明白白, 偏偏他还要做出商量的架势来, 和我摆事实讲道理, 从他们家小孩的教育, 再到其他老前家的小孩如何教的。 他还鼓励我出去工作, 你原来不是想当老师吗? 既然都拿了博士学位, 你就去应聘必大的老师, 这里离必大近, 你来回也很方便。 他不敢越雷迟一步, 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在合作月儿。 我松了口气, 道, 好, 成功进了毕大做老师, 我感慨万千。 好像什么都变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日子在波兰部经中度过, 我的日子恢复了规律。 回国的一个好处就是, 周围的环境很熟悉, 也不用有一国他乡漂泊的感觉, 孩子的教育也不用太操心。 我又捡起了当年没做完的研究来做, 荣家妍又忙了起来, 不过他每天都会给我发很多信息, 大到要出差开会, 小到吃了什么饭菜。 这种信息我不怎么回复, 我不想我们的关系, 又回到原来那种病态的样子。 早上上班, 他也会提出要送我去学校, 路上很堵, 他送我, 比我自己走路去还慢。 他会尽量抽时间出来陪孩子, 比如去接他们下课, 送他们去上其他课外课, 给他们洗澡什么的。 不可避免, 我们会有很多时间在一起, 刚开始有点尴尬, 后来就习惯了, 这些是给飞庸做, 不如给孩子爸爸做, 至少孩子更开心。 他们在交谈中, 荣家妍也会注意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 他做爸爸这件事, 做得很不错。 哄睡完孩子, 荣家妍叫住我, 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我停下脚步, 站在走廊上, 道, 挺好的, 一切顺利。 他由衷为我高兴的样子, 真好, 你很适合学校的环境和氛围, 真希望你能把你喜欢的事业做好, 要是需要我的帮助, 随时告诉我。 对了, 你不是在研究中国文学史吗? 怎么样了?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出版社的朋友? 不用, 不用。 我忙说, 我和叶教授一起做的课题, 他会解决。 他沉默了一瞬, 又笑着道, 啊, 差点忘记了。 对了, 周末我要带孩子回老宅陪爷爷吃饭, 你要不要一起去? 不用了吧, 我去了多尴尬, 我努力说得轻松一些, 就像我们两个是老朋友, 你带他们去吧。 不过把保姆也带上, 我怕他们俩乱跑。 嗯, 好, 晚安, 晚安。 周末的时候, 我去图书馆查完资料出来, 碰到了韩明生, 我的初恋。 他比我大一级, 是计算机系的学长, 原来我们在一个社团, 相处久了, 他就向我表白。 他长得挺好看的, 我当然会答应了, 没想到, 后来事情闹得那么大。 见到他, 我有点尴尬和愧疚, 当年我向他道歉, 他也只是淡淡道, 没关系, 怪我自己能力不够。 当年荣家严还在读高三, 把人打了, 他妈妈很快来了, 和韩明生谈话。 我不知道, 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总之扬言一定会报警的韩明生没报警, 甚至和我说了分手, 只是一句不合适。 我也能猜到, 他受了无望之灾, 没有迁怒我已经算好的了。 后来他依然是学校受女生欢迎的男神, 据说大学期间已经开始创业。 荣家严的妈妈给了我一笔钱, 只说荣家严缺爱, 可能在我这里找母爱, 让我忍耐他一段时间, 不要刺激他, 影响他高考。 荣家能量再大, 也不会给未来可能的继承人买学位。 老前家的孩子, 要什么自己争取? 如果是废物, 只能拿到钱养老, 不能拿到家族的实际权利。 一转眼, 都过了十年了。 韩明生如今是一副成功人式的派头, 穿着西装革履, 戴着眼镜, 冲我笑得儒雅, 嗨, 一欢, 好久不见, 要不要吃个饭聚聚。 我有点尴尬, 看了下手表, 道, 我两个孩子马上要醒了, 我得回去照顾他们呢。 或许刚开始和他青涩男女之间暧昧, 互相吸引和喜欢很美好, 但后面实在太难堪了, 没什么好回忆的。 对生了孩子的女人而言, 脑子里除了孩子和事业, 真的没什么多余的空间来叙旧。 他笑了, 孩子不是被荣家妍带回老宅了吗? 他堂哥是我的合伙人, 他告诉我的。 啊, 哈哈哈哈, 忙晕了。 我尴尬地笑着道, 我身体不舒服, 还是算了吧, 再见啊。 他拦住我, 一欢, 别走, 看你这么生疏地对我, 我心里很难受, 我一直没忘记你。 原来我太渺小, 不能和荣家妍竞争, 但我现在已经成长得足够强大了, 我能保护你了。 我知道你不爱荣家妍,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在乎你的从前。 看着韩明生滔滔不绝地说, 这些年怎么想我, 我竟然觉得有点想吐。 我和荣家妍在一起的时候, 他要是看我要死不活的样子, 立马会把韩明生拉出来和我吵。 那时的荣家妍嘴巴是真的毒, 你看不上我。 你知道你的眼光有多烂吗? 韩明生一边嘴上说爱你, 一边和他前女友约炮, 各取所需。 人家刚和你分手, 立刻就找了新的女朋友。 你还搁着眼深情呢, 除了我一个观众, 你看谁看你一眼。 你的初恋, 拿了我妈三十万, 直接和你分手。 你说她多廉价, 要是她多犹豫一下, 没准就能拿五十万, 一百万了。 生意都不会做, 还想和我抢人。 她码的, 她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只有你才会被男人的甜言蜜语和外表骗。 我比她长得好看, 你是不是瞎呀? 我还没说话, 两道稚嫩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妈咪。 大宝和二宝冲向我。 荣家妍信不走来, 神色中带着点笑意, 韩先生, 好久不见。 韩明生脸色有点发白, 稳住了心神, 和荣家言寒暄几句, 几乎是落荒而逃。 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 我问她, 家里亲戚太多, 吵得慌。 她看了我一眼, 又道, 再说了, 没有你的饭桌, 我和孩子都吃得不香。 我亲了亲大宝和小宝的脸, 问, 爸爸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们两个贪吃鬼, 看到好吃的, 还能想起妈咪。 大宝拍了拍胸脯道, 当然了, 妈咪。 爷爷家不好玩, 爸爸说那些人是我们的亲戚。 小宝接嘴, 但爸爸说, 妈咪不和我们一起, 是因为他们不是妈咪的亲戚。 我们不想要那些亲戚, 我们只想要妈咪。 回了家, 他们俩去睡午觉, 我去书房整理文稿。 荣家言跟进来, 道, 易欢, 我们复合吧, 行吗? 他的语气, 神色都很卑微, 声音里还带着紧张和发颤, 我不能忍受失去你, 更不能忍受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对不起, 我对你撒谎了, 我原本以为, 只要你幸福, 我怎样都可以, 可是一想到, 要是韩明生那种王八蛋都能消想你, 我就想杀人。 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们见人, 和人社交, 现在还不明显, 但是将来, 他们会被人恶意揣测的, 要不这样, 我们先领证, 先办婚礼, 明证言顺在一起。 但如果你不能接受我, 我们私底下还是现在这样生活, 等孩子成年, 你要是想要自由, 我绝对不会阻拦你, 行吗? 荣家言的提议听起来挺不错的, 但我不太信任他, 我现在本来就没什么主动权了, 要是他救病复发, 我还有路可以走。 但和前任共同抚养孩子, 真的很麻烦。 比如现在, 大宝和小宝上完马术课, 我接了他们准备去吃饭。 小宝欢呼一声, 哇, 妈咪, 我叫爸爸和我们一起。 我阻止的话说了一半, 他就已经拿起电话手表拨了出去。 小宝, 爸爸, 妈咪要带我们去吃大餐哎, 你要来吗? 大宝, 爸爸你来, 老师今天表扬我了。 说我很聪明, 荣家言在那头笑笑, 声音很低沉性感, 温柔地道, 宝宝真棒, 爸爸一会儿有个聚会, 你们和妈咪先来找我。 说完, 司机就立刻转了个方向, 我看着两个孩子, 试图寻寻善又问, 为什么就不能有我们自己的时间呢? 爸爸很忙的, 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要打扰他。 大宝笑嘻嘻地说, 妈咪, 你笨笨, 上次你带我们出去吃饭, 爸爸知道了以后, 伤心了好久。 小宝道, 爸爸给我们讲故事, 讲到小乡一家一起吃草, 爸爸还说, 真羡慕像爸爸, 做什么事都和家人在一起, 家人都想着他呢。 我, 荣家言说的聚会, 看起来很高档精致, 里面不乏很多明星, 我的穿着真是格格不入。 荣家言正在一群人中间, 被围着, 他的目光穿过宴会厅层层层叠叠叠的人群, 看到我们, 说了两句什么, 就静止冲我们过来。 他一直是人群的焦点, 我克制住自己的心跳, 我们退到了门外, 等着他。 他一过来, 就把两个小孩抱怀里狠狠亲了他们几下, 又冲我笑得温柔, 道, 给你准备了衣服, 麻烦你带着孩子等我一下, 我很快结束, 到时候再一起去吃饭, 里面有甜点, 要是饿了, 可以先垫垫肚子, 仿佛一个绅士。 看着两个孩子叽叽喳喳问里面在做什么, 荣家言微笑解释时, 我心里叹气, 只能去换了衣服。 等我换完衣服, 跟着荣家言入场时, 我感觉到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我和两个孩子身上。 有人来和荣家言打招呼, 顺便问我们是谁。 荣家言道, 这是我夫人和儿子, 夫人在毕大做老师, 来人一番恭维。 我们就像吉祥物, 被带着绕场一圈, 然后终于结束, 可以走了。 我脸都快笑僵了。 出了宴会厅, 荣家言趁两个孩子不注意, 对我道歉, 一欢, 对不起, 当时我没想那么多, 总不能介绍你是我前女友吧, 我实在不想儿子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 我冷着脸道, 那我还应该谢谢你。 她脸上立刻出现慌乱, 让我梦回她原来高三的时候, 那时候她还没那么坏, 还有点青涩和无措。 我深吸一口气, 以后你别带我来这种无聊的地方了, 也别和孩子灌输什么家庭的思想。 这我不能赞同你。 她又摆出一副教育专家的样子, 他们现在还小, 如果我不告诉他们正确的男女关系, 那他们以后长大了, 岂不是要乱搞男女关系吗? 我计较道, 就你, 还有脸说正确的男女关系。 我当时是做错了, 道理永远在荣家言那边, 那也是因为我家里的所有亲戚都在乱搞。 我爷爷光私生子都四个, 我爸妈在外面也各有私生子, 我们家就没有身体忠诚这种概念。 我以为所有的男女关系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那时候我太喜欢你了。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喜欢, 你还那么排斥和我有除了师生之外的关系, 你不知道。 我真的很在乎你, 我只想要你只看我一个人, 只陪着我一个人, 你对我的疏远, 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应急反应, 所以, 我只能复制我家人和他们情人的相处方式。 我以为那就是爱人的方式, 一欢, 对不起。 再说了, 我当时才多大? 我上大学才18岁, 难道你要用我18岁的错误, 来惩罚27岁的我吗? 老师, 你也算我半个老师, 我妈付你那么高的费用, 你也没教诲我如何正确爱人啊, 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我翻了个白眼, 闭着眼睛养神, 吃了晚饭回去后, 我们下车, 在小区里散步回家, 司机开车去停, 两个孩子在蹦蹦跳跳, 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来一只大型犬, 一下子就把小宝扑倒, 我尖叫一声, 忙冲过去救人, 荣家妍比我先冲过去, 已经按着那只狗打了起来, 等小区保安赶来时, 荣家妍的手上已经有了几道伤口, 狗已经被打得没气了, 两个孩子哇哇大哭, 报了警, 我们去医院检查, 打疫苗, 小宝手臂上也有狗咬的痕迹, 看得我心里难受得不行, 荣家妍一直抱着我们安慰, 说没事没事, 我看着她手上的伤, 心里更难受, 我带着浓浓的鼻音问, 是不是很痛, 她搂紧我, 不痛, 你还关心我, 我心里高兴, 老师, 你好久没对我这么好了, 我抱紧她, 眼泪滴近她的脖梗间, 33从医院回去, 已经半夜了, 我们一人抱着一个孩子, 把他们放床上, 荣家妍又就是重提, 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吧, 我犹豫地看着她, 她还是那副深情温柔的样子, 她握住我的手, 抵在她胸口那里, 问, 我的心是为你跳动的, 我感觉浑身很热, 她一把拦住我的腰, 炽热地胸膛贴了过来, 在我耳边轻声道, 要不要我, 老师, 说完, 还轻咬了下我的耳朵, 我一瞬间脸色爆红, 这话她原来也说过, 那时她高考完, 说要请我吃饭, 既感谢我, 又向我赔罪, 我当时也挺高兴的, 根本没有防备她, 甚至我还准备给她做一下思想工作, 开导一下她, 毕竟她原生家庭混乱, 真的很难得到多少爱, 我都已经准备好要和她剖析我自己的经历, 来安慰她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那天根本就是她故意的, 今天, 没喝酒, 她还受了伤, 但我们情不自禁地滚到了一起, 第二天醒来时, 她光着, 撑着手臂看着我, 笑着冲我道, 早, 老婆, 我揉揉眼睛, 道, 干嘛一大早笑得这么淫荡, 她闻我, 你明明也很喜欢啊, 闭嘴, 你不承认, 那我再来一次, 说着就要按住我, 我盲求饶, 喜欢喜欢, 她笑起来, 笑得像个大男孩, 毫不设防的那种, 只有在她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这样, 老师, 你有没有爱我一点, 不爱你,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 玩金丝却包养游戏吗, 她闷笑起来, 这次换你包养我, 金丝却听起来虽然精致美丽, 但是有点哀伤, 我们换一个称呼, 金丝猴, 怎么样? 老师, 我被逗笑, 捶了她一下, 其实她坚持要送我去上班, 刚开始还能忍, 到后面终于忍不住, 开始骂币是拥挤的交通, 我觉得有种久违的熟悉感, 每天看她给我发的各种信息, 其实我不回复, 心里还是会有点满足, 那天看着她被几个女人有意无意地勾引, 心里有点介意, 又隐隐有点得意, 因为她满眼都是我, 虽然每次和她说话, 她总是歪理一大堆, 心眼子多得像马蜂窝, 但听到同事说家里的老公很冷淡, 好像荣家言这样也挺好的, 昨晚, 她冲出去保护两个孩子, 后来又抱着我们红, 真的安全感爆棚, 看着她俊美的面容, 慧莫如深的眼睛, 我不争气地咽了下口水, 就像最开始见到她, 她穿着白色卫衣, 扶着门, 冲我挑挑眉, 礼帽中戴着高高在上, 老师好, 那时我心脏快了两拍, 然后看到她的幼稚, 悸动被磨平, 转而是老母亲的操心, 哎, 我们去领了结婚证, 荣家言开始操办婚礼, 领了结婚证, 我们好像才开始谈恋爱, 她出差, 我们包电话粥, 她在公司上班, 我带着孩子给她送饭, 我在学校忙得晚了, 她带着孩子来接我, 孩子睡觉以后, 就是我们的二人世界, 她有时候说,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一次都不回来看我, 我反唇相机, 那你原来不是, 也能经常把我关起来, 她立刻笑着亲我, 准备用身体赔罪, 那这次换你关我, 来, 领带给你, 把我绑起来, 给你想用, 嗯, 你变态啊, 放开我, 不是绑你吗? 番外荣家言第一次见沈亿欢, 就喜欢她, 她当晚做了个春梦, 梦里的女人头发又多又密, 慈白着一张脸, 碱水秋童, 最重要的, 胸还挺大, 她们周一到周五补课三次, 周末两天上午补课, 她原来因为各种训练, 参加活动, 耽误了太多课程, 沈亿欢很负责, 可能是薪水给的够多的原因, 她发现她私底下会做很多功课, 会把所有的类型题都罗列一遍, 还会把她的试卷分析透彻, 真是个保姆型老师, 她一时有些感动, 她真的很认真, 看着她要给她补习的每颗的笔记, 她竟然有点感动, 从小到大, 对她好的人不计其数, 他们最常用的表达方式, 就是给钱, 基金, 股票, 爱, 时间, 耐心, 陪伴这种东西, 才是老前家族真正的奢侈品, 毕竟大人们的情人一抓一大把, 谁有兴趣陪那些小孩, 也不缺你这一个孩子, 你要是有怨言, 要堕落, 就堕落好了, 自然有人争着抢着取代你, 其实她很多时候, 压力挺大的, 不管她的上一辈, 还是平辈, 甚至是下一代, 孩子都不少, 她算是天赋比较高, 智商, 情商都比较适合做家族, 未来的接班人, 在外面厮杀, 争夺得多了, 和沈亿欢相处的那些时间, 就好像是躲进了世外桃源, 刚开始, 他们之间生疏而礼貌, 慢慢地熟悉起来, 他有时候会靠近他, 偷偷闻他身上的香气, 他觉得自己是个变态, 他很快察觉他, 对他不一样的情愫, 开始有意无意, 把他归结为弟弟, 他说, 真羡慕你这种年轻人, 我感觉自己都老了, 你还年轻, 心思要放在学习上, 不像我们已经是大人了, 才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次他给他讲题, 两人靠得太近, 呼吸相闻, 他盯着他的唇桥, 他想逃避这种尴尬又危险的氛围, 便去冰箱拿喝的, 他故意站在他身后, 他转身时, 不可避免地碰到他, 他当时把他抵在冰箱门之间, 靠近他, 没说话, 想亲他, 他推他, 他纹丝不动, 神医慌慌乱地说, 我有男朋友了, 他一把堵住他的嘴, 两人在世纪沉默的几秒钟里, 只能傻傻地看着对方, 神医欢落荒而逃, 请假一个周, 他等着他道歉, 然后两人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上课, 那时他已经和韩明生在一起了, 他对他心里愧疚, 在他第恩次提议去酒店时, 他答应了, 到了酒店, 他心里更加不安, 在他准备冲出去, 不要再继续时, 门被轰然砸开, 荣家妍冲进来打人, 韩明生和他分手, 荣家妍的妈妈向他道歉, 又请他继续教他儿子, 荣家妍也向他道歉, 日子恢复了平静, 除了荣家妍眸色深深, 不知道在想什么外, 其他都正常, 他松了口气, 又微觉失落, 不过他和他不可能, 他看得很清楚, 他高考考得很好, 上B大没问题, 他说请他吃饭, 他给他灌酒, 是把酒杯都递到嘴边, 他一套喝酒的话术炉火纯青, 他不喝, 好像食恶不赦, 等他半醉了, 他搂着他回自己房间, 一边亲他, 一边半强迫地问, 老师, 要不要酒后乱性? 再次醒来时, 他冷着脸, 离开了他家里, 随即把他所有联系方式拉黑, 他来求了他好多次, 可以说卑躬屈膝, 他不给好脸, 最后, 他火速交了第二个男朋友, 牵着新男友的手, 对荣家言道, 不好意思, 我喜欢成熟点的, 不喜欢弟弟, 能不能别缠着我了? 和贤贫爱富的, 恶毒女配一个嘴脸, 按照正常来说, 荣家言应该大受打击, 颓废一段时间, 然后恨死沈亿欢, 从此对他嗤之以鼻, 但他没有, 他甚至还挺高兴的, 他心想, 沈亿欢, 你自己要先捉, 那就别怪我也翻脸, 他把他掳去乡下的别墅, 给他转了五百万, 然后说, 既然你不想和我谈恋爱, 那我包养你吧, 这样你是不是能接受一点? 他瞪着他, 不认命地还想开门, 但是门被锁了, 纹丝不动, 他姿态随意地躺在沙发上, 吊锅当道, 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他闹了三天, 要是他再不回去, 就要开学了, 看着疯子的样子, 好像很有耐心, 他假意妥协, 出去后就报警, 警察都没抓荣家妍, 反倒是教训了他一通, 说他可能涉嫌引诱未成年人, 他差点气死, 他们这不伦不类的关系就定了, 荣家妍能拿捏住沈亿欢, 还是因为他要脸, 他来他的教室, 做出男朋友的样子, 他还要笑脸相迎, 难道真的告诉别人, 他收了钱, 所以陪他睡,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他就是缺爱, 那种独占欲, 恐怕是没有从他父母亲人那里得到, 就非要在他这里得到补偿, 但他又爱伤人, 说不来软话, 他后来学乖了, 不触他逆临, 顺着他来, 沈亿欢离开以后, 荣家妍找了他一段时间, 他闹得很大, 老爷子不满意, 他不敢再放肆, 只能用最快的手段想要拿到继承权, 老爷子已经心有余力不足了, 其他数百年纪虽大些, 但是资质平庸, 和他同辈的人, 也有出众的, 但他依然意气绝尘, 他表现得成熟, 稳重, 能力出众, 又听话, 等老爷子觉得后继有人, 把绝大部分权利都转给他后, 他开始明目张胆找人, 接手权利, 他花了三年时间, 这已经是最快的了, 他最后还是通过暗网找到他的, 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在失去他的几年里, 他不太睡得着觉, 他想不通, 为什么他要离开, 他已经把能给他的东西都给了, 金钱, 房子, 车子, 他没少过, 他很忙, 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 他分成两份, 一份和男生打游戏, 赛车, 绝大部分, 他都陪着他, 他能想到的, 都给他了, 他有时候是脾气坏, 但他也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 他也就是嘴毒一点, 谁让他一脸良家妇女被抢抢的样子, 到最后, 他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 可能没找到他, 就先猝死了, 他去找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听了他的陈述, 让他学会控制, 也要学着用沈亿欢能接受的方式爱他,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暗处默默观察他, 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又布置房子, 等着接他们回去, 从最开始想把他关起来, 狠狠惩罚他, 到认识到, 这可能会让他永远也不会接受他, 医生建议他服软, 道歉, 装可怜, 又建议他可以趋陷救国, 他一边心思歹毒地想把他关起来, 一边又对他道歉, 发誓慧改, 一边恨不得替他辞职, 赶走他身边的所有人, 一边又言不由衷地说要尊重他的自由, 希望他能有自己的事业和朋友, 他需要什么朋友, 有他和孩子还不够吗? 那些男人把目光放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最知道那些人有多脏, 但他既不能阻止, 还不能告诉他, 只能不断出现在他身边, 宣告自己的所有权。 韩明生他实在太恶心了, 他给韩明生的酒里放了点违禁品, 韩明生最后出了车祸, 断了一条腿, 他心里觉得这也太轻了些, 不得不承认, 心里一生是树叶有专攻, 确实比他那横冲直撞的方式效果要好, 至少他真的接受他了, 虽然可能心里还是怀疑他狗改不了吃食, 他们在一起的第三年, 两人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今天他们要回老宅。 沈一欢很困, 荣家妍把他抱去卫生间洗漱, 他心不在焉地刷牙, 他问, 要不要帮你? 沈一欢做了个恶寒的动作, 知道他没安好心, 不理他。 荣家妍贴着他, 手不老实。 这时, 大宝冲了进来, 问, 爸爸, 妈咪, 今天要在太爷爷家住吗? 两人被吓了一跳, 忙分开。 沈一欢被吓醒了, 道, 要呀。 大宝疑惑地问, 妈咪, 你脸好红, 是不是发热了呀? 荣家言述口完, 抱着他出去, 道,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进来要敲门。 大宝道, 我敲了呀, 你们没听见, 爸爸, 我们下午去划船游泳, 怎么样? 这时, 小宝也冲了进来, 跳上他们的床, 蹦了几下, 大声道, 爸爸, 接住我, 我要跳了。 随即屋里传来笑声, 有荣家言, 惊呼小宝中了好多的声音, 有大宝又蹦又尖叫的声音。 沈一欢看到镜子里的女人, 微微笑了起来, 完结。